你从天然降落 被你的美丽淹没 虽然我平时沉默不语 莫名喜欢下一个时间 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又是拉丁小课堂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 给大家说的是一个比较花式的滑门布 之前呢 有说过两种不同的跳法 那今天的这种呢 可能造型感更强一点 好 那让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个2,3,4,1的时候 这里呢 先要做一个其实的动作 好 你可以伴随你的呼吸 好 吐气 然后吸气的时候 把你手打开 你可以往上做 然后下来 也可以把手打开 踢跨 都是可以的 好 当我们去做完前边的三个四拍以后 2,3,4,1,2,3,4,1,2,3,4,1 这里接正常的滑门布的后退 and the two and three and the four 前边的这几个步子 都是不变的 那接下来有一点点的变化 4,1的时候 继续去延伸我们的动力腿 上重心 在这里大家先看脚 再上我们的左脚 然后做一个svivo的转身 好 转身上重心以后 我们是 看 右转直接向后退 而不是向正常的滑门布 需要上重心再转身再后退 这里我们把三个步子改为一个步子去做 那前半部分的首位呢就是正常的首位 and the two and the three and the four 1的时候 上重心以后 看 我们但随着动力腿的上左腿 手往后打开 然后上重心 手上来 做svivo的时候 手下来脚滑出去 当我们再去转身以后 手直接推开 像puzzle一样 然后翻手啊 手就可以了 那让我们连起来去看一下这个步子 开头的动作同样的 大家跟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做着 这里就不过多的要求了 那我们从滑门布正式 and the two and the three and the four one and the two and the three and the four 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旋转 我们的腿 重点就是当我们做每一个旋转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身体 two and the three and the four one and the two 让重心先转身体 然后胯位 带动我们小腿是放松的 是让重心同样的转身 大腿内侧收紧 看 它会有一个半脚掌的位置 然后前侧的腿 再去推 推到后边 那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拉丁小课堂啦 小伙伴们学会